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们有句话是肺腑之言就问你家的饮水机为何换水换得如此频繁 是你超爱喝水三餐吃的有点咸还是饮水机漏水来不及维修有苦难言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头回见饮水机不放客厅沙发边为何深藏洗手间 小四一脸愤怒貌似很生气说了句你们用的是饮水机老子一直拿着东西代替高高的淋浴器 记者曾经问韩寒您母亲和小四一同掉在水里面您先救哪个比较保险 韩寒不再犹豫的说先救郭敬明结果很明显 毕竟水深一米五老娘波涛荡腰间小四大脸已被烟 在场的所有人挺把泪流满面 除了佩服身后友谊感动上天还共同起立合唱了一首白雪公主和七个郭敬明的那几天 佛洛格发现很多人出门散步总是很纠结很苦恼 抬头走怕捡不到钱包低头走怕看不到门女环绕 其实不只是姚明没有这种烦恼 郭敬明对这样的画面也是这辈子很难看到 那年郭敬明穿着一身红外套站在着火的房子面前出身的望着火焰万丈高不禁伤感到不要不要 忽然有个人抱起郭敬明冲进火海里一边跑一边喊的歇斯底里 大家一定要坚持住等我进去因为我刚刚才找到红色消防灭火器 部队里连长喊大家报道新任务是把对方炮楼炸掉 请士兵们自高奋勇任领目标 被选中的士兵一脸无奈对着连长说道 小四也举手了为什么最后直把我挑 连长拍拍肩膀哈哈大笑 不是咱俩有仇要把你搞 毕竟小四这孩子身高你也看到 冲过去完全没必要 即便是点击脚挺直腰还是很难碰到掉吧 郭敬明陪着姚明刘祥一起坐地铁出去浪 走着走着出站闸口来一旁 刘祥跨栏过去无人阻挡 姚明轻轻抬队没卡到当 两个人回过头想看郭敬明出样相 谁料想郭敬明呵呵一笑没放心上 直接从闸口下通过警报都没想 姚明一看这哥们先天又是逃过一险 继续寒震心里也不敢 毕竟郭敬明暴怒起来谁也不管 怕着怕他跳起来狠狠捶姚明膝盖一圈 那画面太美不敢看 郭敬明家住16楼大家都知道 可是他每次坐电梯坐到10楼就要改爬楼道 怪之怪其他数字位置太高 小四伸手摸不到 活路哥发现如今的科技发展真的吓一跳 网上一些iPhone8到iPhone20的图片相当搞笑 除了港海这样发展下去 我们可以出门电话缠腰 更是担心以后郭敬明连开机键都按不到 瞬间感觉少了关爱 甚至有些惨无人道 御用司机带着小四开着大奔 面对采访直言此生感谢一个人 小四哥给了我工作 让我可以效应双亲 主要是我不开车 他也踩不到油门 活路哥今天借着这期节目良言忠告 求求你们别再黑四娘身高 除了笑点很高的活路哥 容易被你们逗笑节操难保 还有一点事实大家其实也都看到 那就是按照霍比特人的标准做比较 四娘已经是姚明级别万里难挑 少关心一下身高这种自然灾害 毕竟他的书和电影也让很多粉丝满满期待 翻开书我们寻找真相 明明是一个包放在桌上 偏要写的和人不一样 我的空气包在达奔棋牌 欧视桌面放 要问葫芦哥什么日子才能让中国书米满脸微笑 不是四娘再写一本梦里花落知多少 而是霍比特人哪天不再剽窃不再唱 朋友在葫芦哥录音时发出警告声 说葫芦哥你能不能不黑过镜面 我问他为何为物小四跟葫芦哥撕逼片表情 他说小四曾经救过他的命 当年他因为一场惨烈的车祸 昏迷撒跃神志不清 护士打开电视播放小时代剧情 他爬起来把电视砸了 瞬间康复出院一身轻 很多人问葫芦哥看完小时代感受怎么样 葫芦哥只能说这个喜欢导超场超美美 超涉化MV的导演非常棒 请记住小四当年接受的那场采访 说这片子再烂也不受影响 一大群脑残者一路追随 沉迷于剧情幻想 总不缺人为其次次买账 回回大涮票房 明大早天天有爆料 骚骂镜组织从此步一路 下期见